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主要就是让玩家打怪之后呢 你除了可以拿到本身的经验之外 你只要在特定的怪物 就是在这个怪物的图鉴里面 特定的这个怪物 你杀到一定的数量 它就会给你一些特别的奖励 好 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哪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那首先这张图就是怪物图鉴啦 那它的步骤很简单 这边有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你去干掉特定的怪物 那你只要打它呢 打到特定的这个数量之后满了嘛 像它这个是100只 满了嘛 那满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兑换这个对应的奖励 那除了这个之外 它这个系统里面 它总共有分成六种不同的这种难度等级 所谓的这个难度就是 打的怪物当然是越高阶啦 如果是一般的话 你可能就打朋友小怪 那再来往上打的话 到金色这边的话 就是可能是一些大Boss啦 那简单来讲它每一个这个阶级里面呢 它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怪物的这个任务让你去打 那第一阶呢它会分阶段喔 第一次打完譬如说500只 500只打完之后它会进入第二阶 就是你第一阶的奖励领完之后它会进入第二阶 然后再进入第三阶依此类推喔 那总共有这个阶级数目呢 目前是不知道上限是在哪里喔 那官方这个也没有说明喔 那日版那边的话 好像也不知道它的级线在哪里 那总而言之啊 它就是会持续的累积下去的这样子喔 那这边的话它就是举个例子给你看 就是譬如说我们今天打这个冰之 刚刚那个冰兔嘛 打完100只之后呢 好然后它就会解锁 第一个你奖励拿完之后 它就自动进入到第二阶段喔 你看这边写一阶段喔 这边的话就是第二阶段 那一样是同一只怪物 只是说数量呢 你要再打到200只这样子 所以说你打完这些目标的这个怪物之后啊 它就会给你奖励箱 不过这个奖励箱 它里面看起来也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啦 所以也不知道目前确定的奖励是什么喔 不过在日本这边的话 它有送一些 譬如说是这种叶子 叶子的话量蛮大的 上千片喔 几千片都有 然后还有送一种叫荔枝的笔记本 那这个是日本独有 所以台湾没有 所以台湾的话会用 因为说台湾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送呢 这个目前还不确定喔 明天或是稍晚 如果还有更新的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知道 那到时候呢 我们才会再跟大家 进一步的来做一个说明啦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韩版最新的资讯的话 别忘了 现在马上按下右下角的订阅 就可以随时收到我们影片上架的通知 当然小铃铛也要记得把它按起来 好 那么我是小铃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